这个一看就是一台广汽新能源的车型 但是呢它有点不一样 因为啊你看 它是在广汽本田的CSTM里面出售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一点就足够引起了我的这个兴趣 这台车啊其实叫义乐EA6 这款车呢其实就是广汽IAS的一个换壳车型 只不过它的价格呢会比IAS会高出一截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 这你能够看到它有很多和广汽IAS相似的地方 比如它的前脸全封闭式的 包括它的这个侧面其实跟IAS是特别的像 那它尾部呢其实没有IAS的那种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而是一个分体式的 整个的颜值呢我觉得 中等吧可以打个六七十分 然后我们再到车内去看一下呢 车内啊你能够感觉到就整体的设计 还是能看出有很多广汽新能源IN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然后呢是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盘 然后前面是一个大尺寸的一个中控大屏 其实这两样在十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型里面 已经是比较常见 但是我是觉得它内饰里面的用料 其实是非常的不错 你可以看到按键式的换档 所以它的整个的科技感营造上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是一个皮质的座椅 但是调节用了一个手动调节 我觉得这一点配置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再提高一点 地板呢你看后排地板是全屏的一个状态 然后整个的座椅靠背角度 我觉得也比较舒适 只有两个头枕 中间如果要做一个人的话呢 会稍微的局促一点 然后整个的动力方面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184马力300牛米的一个电动的驱动形式 然后NEDC续航呢是510公里 这样呢其实在同价位的新能源车型里面 我觉得算是一款中等水平 那最后呢我想说的是这几款车吧 可能从内到外载到它的续航 整个看起来它的性力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强 这个是说实话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作用 第一个可以为广本拿到这个碳排放的积分 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证明 其实广气生产的新能源车型 也能够得到广本的认可 放在自己的店里面去出售 其实这个才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 所以至于这台车到时候能在市场上外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